当你的与会对象下半身是性感女神 上半身是9.9包油的麻袋时 你是选择勇往直前 还是温而却步呢 这个眼镜男不知道走了什么运 他的老板不仅把豪车借给他开 还让他带着自己妹妹出去兜风 这种好事是个人都不会拒绝 所以眼镜男一大早就盛装打扮了一番 听刚亮 他就美滋滋地来到老板家里找他妹妹 可眼镜男万万没想到 他进门 竟会看见这样一个场景 没错 这个裹着麻袋的女人就是老板的妹妹 他进食的方式有些特别 看得出来 食量实在是不小 眼镜男后悔的肠子都快清了 为了今天的运会 他还特地戴了眼睛眼镜 结果现在 他只恨自己看得太清晰 可昨天已经答应了老板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带他妹妹出去玩 好在这神秘的妹妹 虽然爱裹麻袋 一双美腿 却还是十分的养眼诱人 看在大长腿的份上 眼镜男终于面为其难的 带着他出去了 不得不说 这腿是真好看 如果没有蟑螂从里面爬出来就好了 眼镜男觉得就很离谱 怎么会有女孩成天带着个麻袋 身上还有蟑螂的 他把车开到半路 就想结束这场与会 打道回府 但这妹妹 不知突然抽了那门子的风 她竟然一个人跑了出去 然后 从坡上摔了下去 眼镜男看不下去 想将他扶起来 可妹妹从头到尾 一句话也没说 只顾着自己跑走 眼镜男怕他出事 只能一步一驱地跟在他身后 他好奇地问妹妹 为什么要套个麻袋 无量竟惹怒了他 妹妹再次转身就走 这一次他跑得很快 眼镜男没能追上他 结果再次看到他时 他已经飘在了河面上 眼镜男急得赶紧去捞他 谁知妹妹却一把将他拉下了水 似乎是被眼镜男狼狈的样子 给逗乐了 麻袋里的妹妹发出了愉悦的笑声 只是这笑声 怎么听都有点善人 眼镜男被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可为了不得罪妹妹 他还是把他带回了自己家换衣服 但他没料到 妹妹刚回家 就开始对他进行引诱 如果一个拥有大长眉腿 但上半身套着麻袋的女人 对你有非分之想 那你是拒绝还是拒绝呢 尽管看不清脸 但眼镜男还是决定试一试 两人请到农处时 眼镜男忍不住 揭开妹妹的麻袋 他想看看 里面装了什么 不料 还没看清妹妹的脸 就被突然掉出的一块腐肉 吓得差点半身不随 眼镜男属实是被吓坏了 可妹妹 却像是被触碰到了逆鳞一般愤怒 他大喊大叫 并将他家拆得支离破碎 眼镜男彻底赏眼了 人生第一次和女孩接触 竟就接触到了这么奇葩的 他不敢再继续 甚至也不敢去老板那里上班 眼镜男觉得 妹妹太可怕了 他不仅让他对女人产生了阴影 还对麻袋产生了阴影 从此以后 只要看见麻袋 眼镜男就忍不住上去看看 可他在看麻袋 麻袋里的妹妹 却在看她 看着百发百中的技术 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妹妹好像是看上了眼镜男 但眼镜男 只想对他敬而远之 见妹妹穷追不舍 他只好动用五粒牙齿 妹妹也不甘示弱 直接从麻袋里伸出铁片 来割伤他的手 眼镜男彻底愤怒了 他搬起石头 就往妹妹的脑袋上砸去 就算妹妹发出惹人恋爱的凄厉叫声 眼镜男的内心也没有丝毫的怜悯 他又拿起铁棍 猛地朝妹妹头上打去 一下又一下 直到妹妹的嘴里 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为止 眼镜男以为这一下 妹妹总该死得透透的 不再缠着他了吧 可事实证明 他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晚上他刚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 就看见妹妹又出现在街角 他把他掉落的眼镜还给他 还顺便给他送了一束花 眼镜男觉得 自己好像有点过分了 不管妹妹再怎么期盼 他也只是个女孩子而已啊 看着妹妹跌跌撞撞的步伐 眼镜男终于还是上前抱住了他 这个男人抱住了 套着麻袋的大长腿女人 又看了眼 旁边就是万丈深渊 然后就 这下妹妹 总不能再缠着他了吧 眼镜男活速离开这个小镇 可惜他刚跑了没多远了 妹妹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真是阴魂不散啊 看着妹妹朝自己跑来 眼镜男吓得拔腿就跑 此刻他只想说一句 你喜欢我什么 我敢还不行吗 但妹妹才不需要他敢 他只要眼镜男和他永远在一起 妹妹推开眼镜男藏身的门 在雨夜中大步走向他 可这时 眼镜男才看见 妹妹竟从娃带里 对他伸出了一只手 这只手和他的腿一样白白嫩嫩 眼镜男愣了 他一直以为 妹妹是个没有手的怪物 看见妹妹是个正常人后 他终于还是鼓起勇气 握住了他的手 妹妹的嘴里 开始发出少女的吻吻哭泣声 他主动靠近眼镜男的环里 寻求安慰 眼镜男回报着妹妹 女人的眼泪 最能打动男人的心 他对自己之前 对待妹妹的过分行为 向他道歉 妹妹似乎接受了他的道歉 他第一次主动撕开他的麻袋 他想邀请眼镜男 去看看真实的他 可当眼镜男钻进去后 一直在大叫后痛 他不断挣扎 好不容易从妹妹的麻袋里钻出来 脸上却布满了伤痕 他明白了 妹妹只是下半身是人 他的上半身是绞肉鸡 所以他进食才需要管子 身上才会掉出腹肉 眼镜男害怕地哭了起来 但当妹妹掀开裙子时 他还是被色欲蒙蔽了双眼 眼镜男想和妹妹 最后打一次扑克 可他没有那个机会了 因为妹妹会将他一点点 啃湿进肚子里 等到眼镜男的老板赶来时 眼镜男已经被他妹妹 吃得渣都不剩了 但他的脸上没有惊恐 有的只有无奈和纵容 他帮着妹妹 把眼镜男的东西烧毁 此时的妹妹 好像才终于清醒了过来 他沉浸在失去眼镜男的痛苦中 无法自拔 妹妹对着眼镜男的眼镜 后会痛哭 可老板知道 这只是假象 因为让不了多久 妹妹就会踩碎眼镜男的眼镜 头也不悔地离开这里 他还是会像以前一样 穿上小裙子 他也会像以前一样 继续招人 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年轻就行 这部荒诞的恐怖片 其实是在揭露爱情中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 女人心海底真爱 在男女相处过程中 男性通常占据主导地位 他们想爱就爱 想走就走 可他们不知道 如果女人狠洗心来 男人根本就招架不住 所以 千万不要去伤害一个 爱你的女人 不然 她活着的心 就会变成一台冰冷的绞肉机 这台绞肉机 不一定能绞掉你的肉体 但一定 可以绞乱你的生活 就会变成一台冰冷的绞肉机 就会变成一台冰冷的绞肉机